大家好,我是小安 脾胃虚百病生 脾和胃同在中交 胃主受纳,脾主孕化 同为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中医认为脾胃不分家 养好脾胃仍长寿 如果脾胃不好,气血就会不足 加之脾虚生湿 那么身材就会走样肥肥胖胖 脸上也会有斑点 皮肤会变得暗沉,没有光彩,不好看 脾虚不光是可以造成睡眠不好,睡眠不足 而且对大便也是特别的干燥 想要有个好脾胃,必须是三分质,七分痒 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说说 明方四神汤 明间就把四神汤视为健脾去吃之药品 我们先来准备一条新鲜的猪横链 猪横链一定要选到新鲜的 这样的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口感鲜嫩多汁,而且没有鲜味 我们一定不要买冰箱冷冻过后的猪横链 那样的猪横链链鲜味比较大 吃起来特别的难吃,影响口感 而且呢,一样加点会流失 这条猪横链很便宜的 我花了两元钱买的,特别的好,很新鲜 朋友们,你们拿着猪横链多少钱一斤,贵不贵呢?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猪横链 用剪刀,把它的鲜膜全部去除 这个鲜膜呢,特别的腥 很难吃的,而且没有营养 一定要去除 特别的影响口感 去除都干净一点 一点不要留 猪横链中 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优质蛋白 矿物质,一样压着特别的高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猪横链 对身体很好的 猪横链我们改刀 切得稍微大一点 因为需要焯水的 如果焯水猪横链呢,就会缩小 大一点吃起来会更有口感 特别的好吃 放入小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淘洗淘洗 把猪横链清洗干净 这会猪横链血水特别的多 多洗几遍 把血水洗干净 虽然是腥味的老眼 一定要洗干净 这样呢,吃起来不会那么的腥 洗干净空水捞出来 切好的猪横链 倒入锅中 加入凉清水 加入葱姜 去味增鲜 再来一点料酒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我们准备一根山药 铁根山药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把山药刮去外皮 也可以用普通的山药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种山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营养价值会更高 小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铁根山药 补钙补铁 补充维生素 补充优质蛋白 特别的好 刮干净 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要用手套操作啊 不然的话会起药无比 很难受的 再把山药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食用 放入小碗中 加入清水 我们把山药搓洗搓洗洗干净 山药表面有成黏液 这个黏液是不可以食用的 多洗几遍 洗干净 这样吃的口感会更好 洗好的山药空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这会准备几颗红枣 放入碗中 用手搓洗搓洗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沟口有好多的灰尘 并不好清洗 多洗几遍搓一搓 沟口里面的灰尘能够更好地洗干净 洗干净我们吃着更放心 红枣洗干净 用去盒去 把果壶去除 果壶是不可以食用的 平时我们吃早的时候也不要吃果壶 红枣是特别好的滋补加品 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多吃上几颗红枣 直接吃 泡茶水喝 或者包汤都特别好 多吃一点红枣 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们 经常吃红枣特别的好 再准备两颗干的橘子皮 橘皮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加入清水 浸泡30分钟 泡过之后呢 橘皮能够更好散发出香味 水开以后再煮上三五分钟左右 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血水 吃起来味道不会那么的腥 煮好就可以空水捞出来了 猪恒粒捞出来放入温水中 我们开始清洗 清洗猪恒粒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温水 不能用凉水 焯烤水的猪恒粒是适合的 如果是冷水进行清洗的话 猪恒粒的肉质变成会特别的紧 不好吃 又硬又柴的 用温水清洗的 使出来猪恒粒特别的好 鲜嫩多汁一点都不会硬也不会老 口感还是那么的好吃 不光是洗猪恒粒 在洗别的食物的时候 炒过水之后 肉类的东西 一定要用温水进行清洗 这样洗出来的肉不会发紧 不发硬特别的好吃 多换两面清水洗干净 洗好我们空水捞出来 倒入锅中 烘到小块倒入锅中 上下块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 多来一点一次性的加构 三十分钟过去了 菊皮泡好了 这会特别的软 再用手抠一抠 白菜的筋膜去除 白菜的筋膜是没有营养的 而且特别的苦 影响口感 一定要抠干净 多抠一会儿 这一步一定不要偷懒哦 把白菜的筋膜去除干净 那样我们喝起来味道会特别的好喝 一点苦味都没有 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去水干干净净的 橘子皮也放入锅中 去味儿增鲜 再加入两片生姜 去味儿增鲜 让盖子开中小火 焖煮30分钟 再准备几颗枸杞 放入小碗中 加入清水 把枸杞打湿 再用手搓起搓起 搓捏搓捏 把枸杞淘洗干净 枸杞和红枣一样 沟壑里面好多的灰尘 并不好清洗 我们可以多洗几遍 这样把枸杞清洗得很干净 枸杞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平时的时候 男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 多吃些枸杞 对身体特别的好 洗枸杞的时候冻到清一点 不要把枸杞捏破了 里面死出来 这样呢 营养会流失 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搓洗澡 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空水捞出来 枸杞洗干净 放入小碗中备用 30分钟过去了 已经煮出了香味 煮熟了 再把枸杞放入锅中 枸杞一定不要提前加入 你出锅两分钟加入就可以了 这样枸杞更能激发出作用 还有香味 煮好它枸杞会更加的好吃 加入一勺盐调味儿 别的食材不要放啦 硬肠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少食材这样吃起来 固定的鲜香特别的好吃 再煮上两分钟就可以关火出锅啦 炒入碗蒸我们就可以喝啦 喝的时候趁热喝口感会更好 祝恒利吃起来味道固定的鲜香特别的好吃 阴阳又美味的滋补汤就做好啦 这样熬煮出来的汤呢特别的好喝 猪口粒吃起来入口即化 鲜鲜的嫩嫩的汁水较多特别的香 山药煮过之后呢喝起来特别的甘甜 很好吃黏软又香甜 红枣也是一样西饱汤汁吃起来特别的香 非常的好吃 加上枸杞喝起来营养更加的健康 特别的美味口感也比较多层 现在天气特别的寒冷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滋补汤 暖心暖胃又暖身很舒服 对我们身体特别的好非常的滋补非常的不错 这种祝恒利汤呢做法也比较简单 经常喝一喝很好的啊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